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了个人 但是别人就看不到 和医生谈话的时候 他看到有个女的躲书厨里哭 质问医生 什么都看不到的医生以为他神经有问题 打电话叫护士将他带走 晚上上万起床吁吁 看到一个爷爷辈儿的人调戏护士 三个隐形人同时出现在他面前 吓得上万赶紧跑回病房 谁知三个隐形人也出现在病房 原来他们都不是人 要借上万的身体一用 上万晕倒在地 等他醒来后 医生和护士来例行检查 这时他又看到一个在病床上 胡乱跳的男孩 看来真的离死亡很近过 居然开始见鬼了 而且男女老少共四个 上万心里一万匹马在奔腾 他决定去算命 算命先生说他通神了 在送走四个鬼之前 上万根本死不了 让我们来给四个鬼起名字吧 色爷爷 烟鬼 爱哭鬼 弹吃鬼 他们像马黄一样 粘在上万身上寸步不离 上万显得很无奈 只能无厘头的狗活着 此后的上万愁烟喝酒 在阳台上撒尿 暴饮暴食 动不动就抹眼泪 变成了四个鬼的综合体 一觉醒来浑身难受 又辣又吐 上万怒了 跟四个鬼理论起来 家里结了霜 上万用手一抹 居然是血 他再一次来找算命先生 算命先生说 是有冤鬼经过 鬼生气了 自然就有寒气 上万想让他们消失 算命先生也无能为力 他想和四个鬼谈谈 结果都不理他 上万说会帮他们实现愿望 心愿完成后 他们要各自打道回府 四个鬼同意了 第一个任务是 帮色爷爷找回相机和他的主人 各大商店逛了一天也没找到 这时色爷爷才说 相机在春川某警官手里 找到拿相机的警官 警官并不鸟他们 这次上万特意买了礼物 却无意破坏了警方的抓捕行动 幸运的是 在警局成功地拿到了相机 色爷爷借上万的身体来愿怀相机 碰到漂亮的护士忍不住色心大起 居然还厚脸皮地约美女护士喝茶 相机终于物归原主 上万对美女护士动了心 前的哀哭鬼看成了美女护士 第二个任务是 带贪吃鬼看机器人跆拳到威 在这里 上万又碰到了美女护士 被贪吃鬼上身的上万出镜阳相 抠鼻孔问小朋友抢糖吃 一人吃了五碗炸酱面 满嘴酱还要再来一碗 把上万折磨得呕吐不止 却意外搭上了美女护士 三个人一起玩起了飞碟 在贪吃鬼搞鬼下 获得了最大好的糖 上万小送鬼和美女护士一起的男孩 但是贪吃鬼鬼同意 一人一鬼就这样抱着糖走在小路上 第三个是帮烟鬼再开一次生前的车 鬼鬼祟祟的他们 白车的大叔追着跑 上万突然停住脚步扮起了鬼 烟鬼猛吹寒气 想吓唬吓唬大叔 不料车里空调吹的热风 取散了寒气 上万说会帮大叔找回老婆 他只想要这台车 第二天 他们跟踪大叔的老婆来到医院 大叔老婆得了癌症 只有几个月的时间 为了救肚子里的孩子放弃治疗 而肺癌是协二手烟导致的 和后悔烟鬼的愿望也实现了 他们开车来到海边 一望无际的大海让人心情开阔 烟鬼决定下去游一圈 这是上万人生中第一次游泳 海水又冷又咸 他们五个一起舔着那天获得的大糖 以前孤独的上万突然感觉很幸福 无证驾驶的上万被带回警局 却没有一个人能来接他 抱着适时的心态给美女护士打了电话 没想到还真的来了 并送他几块糖 叮嘱他不要再抢小朋友的 上万送给美女护士一箱动漫影碟 公车上的两人聊得甚欢 上万还听了美女护士的心跳声 两人心里都泛着爱的波澜 最后该实现爱哭鬼的愿望了 亲手做一桌晚饭 还邀请来了美女护士 饭桌上四个鬼帮上万哄美女护士开心 他把自己能看到鬼的事情告诉了美女护士 美女护士说 这样会让他感觉很累 宴席不欢而散 上万年四个鬼回自己该回的地方 四个鬼万般的不舍和无奈 第二天 他们真的走了 上万回想着和美女护士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他决定把美女护士追回来 在和美女护士吃寿司的时候 美女护士问上万 为什么在泡菜里放水芹菜 上万回答 妈妈说水芹菜对血液有好处 这让他突然想到了儿时的画面 原来四个鬼都是自己的家人 烟鬼是爸爸 爱哭鬼是妈妈 贪吃鬼是哥哥 色鬼是爷爷 一场车祸让他们阴阳两隔 上万不自觉把这段不堪回首的记忆尘封了起来 家人们在努力兑现生前的承诺 上万跑回家喊四个鬼回来 家人们出来叮嘱上万 一定要好好活着 他们永远在上万身边 从未走远 上万并不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 他们和上万排了全家福后真的离开了 上万和美女护士结婚生子 过着幸福的生活 家人是多么希望 我们做子女的好好生活下去呀 父母的良苦用心 往往被我们所厌烦 在他们还健健康康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多省心 多享福呢 今天的影片就讲到这里 欢迎在下方评论 别忘了点关注哦 下期再见 么么哒